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頂上戰爭2.0 到底有多少人會到場 大媽海團和卡普聯手 或300戰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也歡迎加入了DC一起討論海賊王 就開始吧 大家都知道 現在卡普來找黑屋子了 而且這場戰爭就像頂上戰爭一樣 有人治有人來救 而這場戰爭除了卡普和他可能的海軍同伴之外 有沒有人有理由來 而且有動機的會來 那麼就來盤點一下 會有幾人到達現場 首先就是蛋糕島各位了 這個理由動機很簡單 因為布林被綁架了 那有人就會說 欸?被綁架那他們知道布林在哪裡嗎? 當時布林被綁的匪業就有一個小細節 那就是他的手有類似生命卡的東西飄了出去 很有可能就是布林給的訊號 就算沒有這個訊號 大家應該都知道黑屋子的基地在蜂巢島才對吧 畢竟魔力亞就找到了黑屋子基地 那麼蛋糕島各位會來嗎? 他們當初救不了大媽 基本上這裡救布林是非常合理 且很有動機的一個決定 如果不來救的話 我覺得不符合我也添給他顧慮的人設 所以我覺得蛋糕島的人會來救布林 但問題就在於 布林現在應該是在黑屋子船上嗎? 還是基地?這沒有講得很清楚 如果是在船上的話 那麼就可能不去了 但是如果處理完羅的話 那麼最終戰就是在蜂巢島了 第一蛋糕島的人會來救布林 再來就是一直要找莫莉亞的人 那就是佩羅娜 佩羅娜在很久以前就說要來找莫莉亞和鷹眼道別了 所以到最後佩羅娜也很有可能是那個援軍 他如果不來那根本沒有道理 原本想說佩羅娜就是來送頭 結果瑋田果然不會有那麼無聊的劇情 搞了一個頂上戰爭2.0 讓佩羅娜來參加 他會加入哪個團隊也是不好說 應該都是要看莫莉亞的處境才可以思考 第二佩羅娜 以上這些就是有動機會來的人 接下來推測沒有明顯動機 但是可以推測的人 此話怎麼說呢? 像是鷹眼這號人物 如果佩羅娜有危險的話 鷹眼來拯救他會是一個最合理的答案 但是如今佩羅娜已經沒有像之前單槍匹馬的危險了 所以鷹眼的可能性降低很多 但是還是有機會 第一鷹眼 如果鷹眼來的話 那麼十字公會是不是都應該會來 我認為這可能性低了一點 再來就是最有可能的人 那就是戰國 畢竟卡普戰國以前基本上就是連體鷹 什麼戰役基本上都是一起的 如果卡普這裡有危險的話 戰國一定會來 第二戰國 其實還有很多人 但是目前可能性都不高就不多拆了 這場戰鬥誰下課都是有機會的 如果卡普下課的話 那麼他就不用演後面與魯夫的劇情 畢竟卡普的職業他必須阻止魯夫 但如果死了就沒有這個兩男 那麼如果黑屋子這邊輸掉的話 那麼韋田所說的那兩個男人打起來 會不會並不是紅黑大戰 而是紅髮與魯夫呢 這是可以想像的 畢竟這兩個人一直都是一個很有趣的關係 之後有機會會再跟大家分析 這個很有趣的論點 今天的分期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